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玛丽欧陪你喝一杯,我是玛丽欧 1,2,1,2,3 我们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会在礼拜二的时候 有玛丽欧陪你喝一杯的节目上线呢? 我知道大家可能也不是在礼拜二听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解释一下原因 过去几年呢,我们有许多喜欢我们节目的听众持续成长 也有许多喜欢我们的厂商 希望能够跟我们有进一步的合作 而除了节目破口的口播稿之外呢 也希望能够有完整一集的访谈 希望能够透过轻松聊天的方式 来提供听众觉得有收获的内容 所以我们决定在不定期的时候 会在礼拜二推出工商星期二的特辑 在这个工商星期二当中呢 我们会访谈赞助厂商相关的专业人士 我一样会用认真的态度研究这个人 并且跟他们聊天,讨论相关的话题和议题 绝对不会因为是工商服务就变得非常的置入 因为我还是希望这个节目对听众来说是有收获的 另外不用担心 原先的马里奥陪你喝一杯访谈不会改变 也不会中断 依然是每周五晚上上线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到我们的Facebook粉丝页 IG还有Apple Podcast留言给我们 当然也欢迎写email给我们哦 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来宾是 红业国小的校长方颖峰 和安利希望工厂慈善基金会资深经理黄南轩 我们要来聊聊方校长成立的少棒之家 还有当初申请安利小梦想大志气追梦计划的过程 和各种故事 我们先从校长为什么会跟棒球队结缘开始聊起 原来校长一开始不是棒球专业 而是代替预班 后来因缘机会之下开始教棒球 才认知到自己其实不会教棒球 所以透过买书看比赛 找其他资深教练请益 才从一开始常常被提前结束 慢慢带出全国冠军的球队 他也跟我们分享的在成立过程当中 各种人力物力财力都缺乏 在快要撑不下去的情况下 发现了安利小梦想大志气追梦计划 他说这个计划是他写过最困难的计划 因为要求在六页当中去无存经 让评审了解重点 不过他也说 这可让他反思自己的初衷 跟完成了哪些的内容 他说他最终很幸运拿到第一届的首奖 因此让少棒之家可以继续营运下去 Sean 则跟我们分享了 安利在过程当中提供了哪些的协助 除了梦想计划之外 他们也有透过爱陪伴客服计划 继续陪伴少棒之家 他也强调 小梦想大志气追梦计划 现在评审非常多元 申请方式也不断优化 希望能够协助 由梦想需要的团队 欢迎大家都可以去申请 马里又陪你喝一杯之 工商星期二 让我们下来欢迎 方颖峰校长和Sean 因为今天来宾有两位 所以我想还是请两位 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名字啊 然后服务单位这样子 然后让听众可以了解一下 那是不是校长先来 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方颖峰 现在在红叶国小担任校长 也是大家就是会给我一个称号 就是台湾的那个少棒界的棒球校长 棒球校长 棒球校长 赞赞赞 来Sean 大家好 我是黄南轩 大家可以叫我Sean 我是 安利希望工厂慈善基金会的 资深公关经理 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跟校长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们过去做的一些事情 好 那我们就来先谈一下 刚刚讲这个棒球校长 校长先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 为什么是棒球校长 怎么跟这个 结缘是怎么开始的 从担任教育工作到现在大概35年了 从20岁师专毕业开始 然后我一直是在带一些 就是练体育的孩子 比如说早期的时候带一些体育班 然后打篮球 然后打棒球 田径的这些孩子 然后棒球是有点误打误撞 其实那时候是体育班导师 然后有教练在带棒球队 后来教练因为有一些状况 他没办法再练棒球了 那家长就说 方老师 你直接就接棒球队来训练就好了 我想说 这个没什么 就教棒球吧 就一头栽进去之后才发现 我根本不会教棒球 对打击也不会教 投球也不会教 然后手背训练的时候 拿起球来确实挥棒落空 对 孩子会笑 那时候就自己告诉自己说 我是不是要好好的来训练自己 怎么去教棒球 对 就买了很多书 开始去研究 开始每天看职棒 然后自己会搬一桶球 到打击中里面 去练习 怎么去把球准确及好 然后再请教很多前辈 那时候会教棒球的 比如说西子国中的张永文教练 现在在龟山国小 那时候是在福林国小的 李正达教练 我就请教了一些前辈 说教我怎么去 教棒球 对 然后就一头栽进去 OK 然后也遇到很多挫折 比如说带孩子出去比赛的时候 常常被提前结束 10比0 然后就打包回家 OK 对 然后我自己在球场上 我告诉我自己说 孩子的每个阶段 其实都是重要的 我应该要对这些孩子负责任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我以后一定要在这红土球场站起来 那花了大概10年的时间 对我拿到台湾第一个 就是冠军 对就是说比赛的冠军 对 然后以前常常拿第二名 对拿第二名的时候 我都给自己的外号叫方老二 怎么比赛都拿第二名 对当拿到冠军的时候 我才知道说 其实要怎么去拿冠军 其实那是一个门槛 也就是说你很多细节 很多孩子的要注意的 就是说训练 从训练到贴近比赛的历程 对 那都要去研究 校长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像你刚刚讲体育班 就是一开始是体育班 那棒球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讲 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 就是特别有帮助 跟其他的运动或是体育班 比起来的话 我应该拆两个部分来讲 一个叫做我们的主流价值观 棒球很好 可以练习孩子团队合作 对 然后我们可以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孩子可以去培养挫折龙能力 或是说他可以怎样去精进自己 跟伙伴 然后怎样去强大自己的心理素质 这是主流价值观里面 我们看待了所谓对给棒球训练 棒球运动的一个 参与这个运动的孩子的一个定义 可是对我而言 就很像你的那个节目 昨天我看了 你喝的是人生 其实棒球就是人生 对 它是很多人的缩影 他喜爱这个运动 那这个运动它有些游戏规则 其实我们就投入其中 其实我们没有那么伟大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然后刚好他有职业运动 所以变成我们可以有一个梦想 这个梦想其实它没有办法是一天 或者说做梦 真的做梦去做 所以有一句话叫逐梦踏实 你这个梦你是要一步一步一步去走的 你看你需要贵人 需要师长 需要好的教练 需要很多人来帮助你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人生的运动 缩影这样子人生的缩影 对 那这个对孩子而言 对我而言 其实我们就是 如果我们那种呼吸节奏 跟我们的学艺里面 共同留着一个喜好 叫棒球 OK 像球队叫少棒之家 是 那少棒之家成立之初 就听说就蛮困难的 然后棒球其实 虽然大家可能听众有些 没有真正打过棒球 其实不太知道 练棒球的时候 其实光是这个球本身 就是一个高消费的东西 就是因为它是消耗品 打一打就坏了 然后还要再风风补补的 很多听众可能不了解 因为平常打一颗球 就一颗球 但是如果大量练习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是消耗品 那都是要花钱买的 那一开始成立的时候 听说不太容易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个成立过程 我应该先回到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少棒之家 我本来在基隆服务 然后那时候带体育班 接触到棒球训练 其实都是在基隆 然后有一次我带球队到台东 跟他们做交流比赛 我发觉台东孩子 就像我们讲那个歌唱来讲 他们每个人在球场 就像唱歌 都是天爱 对他们的运动神经 球感 他们投打跑手 从每一样都那么到位 都是可以进入我们所谓棒球领域里面 所要的打击的节奏 投球的那种协调性 对 怎么台东孩子这么棒 所以那时候就是 其实我是从基隆情调到台东 其实也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棒球梦 也是有家庭因素 我常开玩笑说 我的儿子被我岳母绑架 结果岳母是 我老婆是台东人 对 然后她出生满月的时候就到台东 所以那时候为了带孩子 所以我就回到台东 然后就足球队 我发现台东的孩子 其实他们在 跟都会区的孩子来讲 我们可能就说 我们希望给他完整一点的 比如说生活照顾 三餐的温饱 对 或是说有父亲的关爱 母亲的细心的呵护 对 可是在台东很多孩子 可能他功课不好 然后爹不疼娘不爱 可是他们却有他们生命当中 其实他是可以发展发挥的地方 所以我就收了一些 就初期收了一些 就是说他喜欢打棒球 但是我可以来照顾他的 就住校 带他们来住校 那住校的时候就会希望 他像家一样 所以会找社间姐姐 有的小学 二年级 三年级 可能九岁 十岁就到球队来了 他缺了一块 就是说妈妈 姐姐的那种照顾 那我们希望球队有这样的功能 然后他们的三餐营养 甚至他们的服装 他们天气冷的 有人会给他们盖被子 他会去 就把他们当作自己孩子一样 像在家一样 所以纯一绍棒之家 的是我自己一开始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这个需要很多 志同道合的伙伴 那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是 有人认同你这件事情 在体制内 他愿意给你提供资源 比如说人力 物力 甚至财力的部分 所以在体制内 里面的改革更新 这种用体育去把它再做成说 一件可以给孩子完善教育的层面 所以那时候我就给他去扫帮之家 扫帮之家成立刚刚讲 这个人力财力 其实都蛮重要的 那当然 就是刚刚讲有人帮忙 然后照顾小朋友 这当然都很好 那有没有什么是其他的 就是在这过程当中 其他的一些帮助 就是我在当校长历程当中 一开始在太原 然后到丰田 那在太原的时候 其实有早期有认识一位先生 叫做洪白基洪先生 洪伯伯 然后他就是 他虽然是生医人 但是我觉得他比教育界的人 比老师还在意教育这件事情 品格教育的这件事情 然后到丰田之后 那时候快走不下去了 走不下去的原因就是说 球队的经费非常的需要 耗费非常多 包括孩子三餐 包括要把他们盖宿舍 然后生活上的所有的物质条件 就像你刚刚讲的 我们知道棒球 一颗红线球都要一百多块 然后球棒一直练习用的要四五千 比赛用的要一万多 而且他都是消耗品 坏掉的 对 孩子手套也是 球鞋 球衣 球裤 这些都是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就想说 还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让这个球队可以继续走下去 所以就申请了 那时候安利的 小梦想大志气 对 然后过程也是蛮辛苦的 因为不好申请 不好申请 对 不好申请原因是 大家在竞争 对 因为他们只要你提案 然后能获得评审 跟有一些网路投票的认同 他直接就给一百五十万 在十一年前的一百五十万 是一笔大钱 对球队而言是一笔大钱 所以那就申请了 这个小梦想大志气 对 然后也很幸运的 获得的评审跟很多 那个网路投票的 肯定 对 肯定 然后得到这一百五十万 是 然后球队就开始走下去 然后因为安利他还有一个优点 是他当初会帮你去拍摄影片 跟在投票的时候 他会帮你做一些背后的 一些支持性的一个 叫做曝光 宣传 行销这样子 对 所以有很多人认识的 这个 那当时我在丰田国小 丰田扫报 对 然后就一路走来 我才发现说 只要我用行做 其实台湾底层 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有人会认同你 只要你好好的去教育孩子 对 然后你去照顾这群孩子 然后他们看到这群孩子 真正在受到照顾之后 其实他们就给你 一个很强大的奥运力量 对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我在经营这个烧帮之家 也没有办法回头了 不用回头啊 很好啊 继续走 其实有时候蛮累的 心会累 对 挫折的时候心会累 可是就像打棒球一样嘛 对 你有挫折的时候 你都带孩子 怎么样去磨练自己的意志 往前走 对 那自己其实 我觉得 很好的是棒球 带给我自己人生 很多的那种 转类 对 启发 转类点 OK 对 Sean 那个校长说很难申请 所以跟我们 讲一下这个 为什么这么困难 小梦想大志气追梦计划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计划 怎么样 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计划 其实 这个 其实我们跟 跟少帮之家的关系 已经这样追溯起来 其实刚才校长 有讲到已经十年了 其实当时是在一个机缘下 是 在安利成立 三十周年的时候 那时候给 等于是安利公司 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 就是我们成立了 这个 安利希望工厂的 慈善基金会 那当时成立是在 2012年的12月 那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 又开始了我们的 第一个专案 专案的project 那就是 刚才提到的 这个 小梦想大志气的 追梦计划 那在那样的一个机缘下 后来就是 当然我们 为什么要成立 这个基金会 我们也是希望 能够把 这个我们 在直销业里面 其实直销业是 是一个 非常以人为主的 的一个 一个产业 那在这样一个 以人为基本的 这个上面呢 其实 利他共好的观念 我们进行 产品的推广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就希望能够运用 我们 其实将近有 三十几万人的 这个 直销商 以及 会员 我们运用这些人的力量 能够来帮助 台湾的这个社会 所以当时会有 这样的想法 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专门 我们希望能够 透过大家的力量 来帮助 需要帮助的一些团体 所以当时我们的 第一个计划 就是追梦计划 那追梦计划 当然我们最初的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 透过这个计划 去支助一些 团体 他们是真正在帮助 台湾的一些 青年儿少的发展 给他们有一个机会 是能够去翻转 他们的未来 所以在 这样子的一个机缘下 后来 邦校长当然就 当时就来参加 这样的计划 那他是我们 当时追梦计划 第一届的 投奖的得主 所以当然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资金 能够进去帮助他们 那我觉得最高兴的 还是你在十年后的今天 其实我们一直跟 跟邦邦之家 一直都还是持续的 在做一些 对联系 那这个是我们觉得 最高兴 是我们看到 我们的这个帮助 是真正能够到达 一些需要帮助的 团体身上 校长当初你是写什么 你还记得吗 记得 你的提案是什么 那是我写过最难写的 他只要六个paper就好了 我写过五十页的计划 对 那时候其实也有申请 那个是红十字会的那种部分 写五十页 哇 很好写 对 然后放了很多那种 你想表达的 对 可是案例他只要六页就好了 那六页真的非常难写 因为你必须要把重点 然后你自己 很多的想法 理念 做法 你要去无存经的 对 其实我觉得案例 其实他只 当初他这个 小梦想大字期 他是想说 不要让你花那么多时间 对 你们都很辛苦的 去照顾了很多 你们需要照顾的人 跟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只要写六页过来 提案就好了 对 但是六页 其实我觉得 最绞尽脑 脑子难写的 但是我真的也很感谢案例 其实那个六页 让我自己在思考过程 就是说怎么写这六页的时候 我找到了 其实很多东西是叫重点 很多部分 其实我们不用想那么多 对 把该呈现的 评审要知道的 对 其他他还有一个部分是 当你入选了之后 他可能有入选 比如说 多少间我不大知道 但是就是说 有入选有二三十间 然后你到现场去做简报 评审会给你做提问 你带了你的简报去 然后评审会给你做提问 然后再决定 有哪些要参加网路票选的部分 到FB去做票选 比如说有时间 再做票选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在那个历程当中 我也不断的去检视 有没有什么事情自己没做到 却讲出来了 其实那个部分其实我觉得 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教育工作其实在孩子身上 留下的每个痕迹 都不是你可以夸大的 用行销或是说用某些去 把一个孩子的生命跟生活的历程 透过你的言语去主宰他 对 所以那时候 其实对我的成长 其实是非常大 比如说就变得会 自己也会变得怪怪说 我这个话可以讲吗 对 我可以去讲 比如说 比如说目前 我们台湾有一个 从二兵变国防部长的张玉成 他是我带过的孩子 对 我可以去形容他 或讲他吗 我只能用我自己的立场 去描述 比如说当初张玉成 那么辛苦 叫你带他那样打 我就跟他讲说 强者的内心应该都是孤独的 对 那是我自己 给这个历程下定义 但是我不能帮他下定义 所以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其实安利的评审 也是我见过真的蛮多元的 所以他们在问我一些问题的时候 让我自己其实也在成长 然后成长的时候 最重要是我回到教育现场的时候 我怎么去带这些孩子 所以在我很感谢 就是说当初 虽然说是一笔资金的奥元 对 其实我觉得 也让很多提案的人 包括我自己 回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现场的时候 怎么去照顾更多的孩子 更细腻的去照顾孩子 好 校长 这个哨棒之家成立运作 其实当然时间都很长 那我相信中间一定有很多 有趣的故事 或者是比较挫折的故事 有没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内容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其实教练你记不记得你十年前提案的内容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记得就是张家武兄弟 那时候 因为我要告诉人家说 我这个哨棒之家的重要 你们要认同我这个提案 然后让我获得这笔资金 因为我快走不下去了 对 但是 必须要去说服评审 说服评审的时候 我想到说 其实我做过一件事情 然后这件事情 其实应该他 可以让评审去认同 就是说当初 我到太原国小的时候 因为我的任期是 校长有任期制 所以哨棒之家 其实他的延续是跟着我走 从太原到丰田 他现在到宏业 我在太原的时候 其实有做过一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蛮有趣的 当时我到太原的时候 就有教练跟我讲说 有一个学生转走了 我说为什么转走 他说因为他家里的 出了一些状况 所以他现在从太原 转到成功的三民国小 他叫张静德 对 静德现在跟我也是 就是几乎都会一直联络 的一个孩子 然后我就想好 那就去找他阿嬷 找他阿嬷谈 因为他在外婆那边 然后那时候 我带了我们护士 因为他在三民里 那个阿嬷 讲母语会比较亲切 对 然后我们护士是阿美族的 我都说那你跟我去 然后再带了 我们的棒球教练 然后就去跟那个阿嬷谈 我就说我刚到太原 然后想说要把静德 带回去太原打棒球 他转学了又被限制 就不能出赛 那是不是把他带去 然后阿嬷就说带去的话 那个校长他住啊吃啊球聚啊 这些我负担没办法负担 我说没关系我来 吃饭我来处理 然后我校长宿舍那边整理一下 让他住在学校 吃饭 然后读书 打球 他所有装备都我来处理 阿嬷就说跟 跟那个我们护士 讲了一段话 我们的护士 他是翻译嘛 他就突然大笑 校长 你赚到了 阿嬷说他有五个孙子 全部给你 他说我自己也傻掉 我说五个 老大静德 老二静隆 老三就是郁城 张郁城 第四个后来没打球 第五个叫张伟胜 现在在统医师 对 我想说 好吧 五个全带 静德那时候是小学五年级 他最小的弟弟那时候 应该是幼稚园的年级 叫张伟胜 对 但这就一起带回学校了 就一起带回学校 那时候 太远还没有幼稚园 还没有幼稚园 就是现在的幼儿园 对 就五个孩子都带回去学校 其实那就是一个 哨棒之家的雏形 对 那时候其实没有想到 哨棒之家什么 就是还开始来安排 开始来照顾这些孩子 所以这件事情 让我其实在这一条路上 用棒球来教育孩子 然后来带这孩子一起成长 学习的这条路上 这五个兄弟 可以说是让我会一直坚持 会一直坚持在这个道路上 一直勇敢的往前走 OK 所以一次就带走五个 这也是蛮充的 如果以招生的投报率来讲 到一个点可以招生到五个 那是算 蛮好的 投报率很高 这个哨棒之家 那为什么 刚刚有稍微提到一下 但可不可以跟我们多讲一点 这个家在校长这个想法当中 他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我在这个部分 我还要提一个 就是说当初申请小梦想大支期 是以哨棒之家开始 那我大概过了两年 小梦想大支期 那时候加给我的概念 其实说我要把一些细节做好 我要把照顾孩子的某些层面 把它做好 我遇到了一位安利的老师 他叫李怡真老师 那个老师 其实他有一天突然打电话给我 他就说 校长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当初小梦想的评审 我们要成立一个协会 想问你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我每次遇到人家问我说 我想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我都会问他说 你能可以帮助我们什么 我们需要的有什么 其实就像家一样 我们需要孩子的生活基本 三餐服装 然后安利那时候给我提供的 就是那个李老师他给我提供的是 叫营养 对他说我可以提供你们营养 需要吗 我说太好了 我们孩子很需要营养 所以他就带着一群人 然后他们那时候成立一个公益协会 还有那个王立凯老师 对他们就成立一个公益协会 然后就到那时候到丰田 带着我们孩子怎么去做营养早餐 对做营养早餐 然后我觉得说一个家就是 无私奉献的爱 关注到他每个细节 对 然后那时候协会整个就赞助了 丰田孩子的营养三年 包含高蛋白 营养早餐 还有那些 那个 我记得还有那个钙片 钙片的一个帮助 那时候我接触到安利的这些老师之后 让我其实内心也非常多的一个冲击 因为那个时候 我记得李老师跟王老师 他们有六个教室 六个教室 教室 对 安利他们有教室 然后他们就 就是每个月会请我去教室做分享 就分享 我都每次都说 遇到直销 每次直销的人都跟我讲话都是 背天的正地 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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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 可是 我自己接触到安利的这群人之后 我发觉很细腻的在帮助每个人成功 对 他们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这个月要捐 捐风田国脚高蛋白的 那这个教室里面的人 大家就说我一罐你一罐 对 然后比如说他需要捐三十罐 然后可能大家捐出来的之后 只有二十五罐 然后最后五罐 就有李老师汪老师他们协会来供应 这个是众人的力量 对 就是说这件事情一个家会不会成 其实他是很多人在背后付出 所以那时候我到他们每个场合 就是去分享 你们现在做的事情 其实对我们孩子有多少帮助的时候 然后我会觉得 就刚刚你讲的 家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家的意义就是 很多的温暖的力量 在这个环境里面 帮助孩子去成长 校长觉得孩子本身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现在观察 这个少棒之家 对他们的影响 大概会在哪些方面 这个问题有点深 对他们影响 其实会在那边 其实我不下定论 我应该是这样讲 我必须要把每个细节做好 孩子的 就是说来到学校其实是教育为本 对 所以我会去逼孩子要读书要阅读要写功课 对 所以像现在从2018年开始 安利这边就是基金会这边 也赞助了我们有一个爱陪伴的一个计划 是做课服 对 做课业辅导 我会逼孩子去读书 这是台湾教育非常特别的一点 我们有一些孩子 其实他的课业不好的时候 当你没有另外一个外澳元的力量 他可能会跟不上进度 跟不上进度之后 可能他在学习上面的路程 就会变得很辛苦 对 就是比如说英文字母不会 那你怎么再继续往上面学单字 学片语 学英文的听说读写 所以在这个课服的部分 我们就会给孩子做检测 那做完检测之后 我们会把它做分组 做分组之后再给孩子做所谓的辅导 对 那这是需要经费的 还有需要一群老师愿意 牺牲他们夜间跟假日的时间来帮助孩子 对 所以刚刚你给我这个问题就是说 这些孩子到底我要做什么 会提他们从克服这个角度来看 本来我们是说教育的功能 应该是符合孩子的成长需求 可是在台湾的教育环境里面 他就是有课程标准 有进度 一年级进学校该学什么 国语数学自然生活 几年级该学什么 我们的课程其实是非常亲属 然后老师要去设计符合孩子的需求的部分 只能在学习路上还是要到达那个进度 对 你不可能都到六年级的时候 还在北学那个数学 加减乘除之类的 就是对 各位数的惩罚 你到六年级就因事分解出来 对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教育有一个好处 去完成你自己不喜欢 而且有困难的事情 有些挑战的 对 这是台湾的教育 因为我必须要说服我自己 不能每天进去之后说 这个又不适合孩子 然后孩子学这些要干什么 对 我们必须要去睡我们自己 因为国家给我们这样一个政策的 一个方向跟需求 让我们这样去带孩子的时候 我必须要让我知道 每天进教室是有意义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刚回到刚刚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们就是 让孩子每天不是悠灾的悠闲的 而是他必须要去做很多的学习跟突破 包括棒球也是 包括课业上的学习也是 所以我觉得这少棒之教 他有一个优点 他会让孩子不断的往良善 跟优质的部分去往前进 那必须要界定说 这是有意义的 对 孩子也喜欢的 对 好 刚刚校长提到 爱陪伴客服计划 所以Sean是不是跟我们 稍微分享一下 这个是怎么样计划 为什么那时候 会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 学校这边也是在参加 爱陪伴客服计划 其实这个客服计划 是我们也是 其实当时基金会成立的时候 算初期非常早的一个 就开始的计划 这两大计划 是我们过去十年来 在做的事情 那这个客服计划 其实基本上 当然我们一样就讲到说 我们基金会的宗旨 是要帮助这些弱势的孩子 让他们有翻转未来的机会 所以当然 在一些偏向地区 学生孩子 他们在课业上面的资源 相对来讲 不像这个都会区的孩子 那么的多 所以我们透过跟 比如说家福基金会 然后跟他们的合作 他们可以深入到 非常非常多的 台湾各个偏向的角落 然后把这样的资源 能够帮助到在课业上面 需要帮助的孩子 那其实当然我们是因为 跟烧帮之家 跟校长这边 已经就透过了另外一个计划 有了一些联系 那我们当时也看到说 校长在这个教育上面的理念 不只是说孩子去打棒球 他其实是同样的 是要去照顾孩子们 除了打棒球之外 他比如说 像校长带孩子出国去比赛 那孩子他们就会有那个心说 我今天出国的时候 我是不是想要讲英文 我今天是不是要提升我自己 所以这个是一个相辅相成 所以我们当然有另外的 我们也就跟校长 因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 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来帮助这些孩子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 我们就 我很高兴可以 又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帮助到校长这边 那个校长刚刚讲那个出国 出国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带小朋友出国呢 出国这个其实以前 在带棒球的时候 我想讲说那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 比如说经典赛的时候 或是说这个亚锦赛的时候 亚运的时候 你看中华队跟日本打了 就会出现了抗日英雄 然后要跟韩国比赛的时候 就中韩大战 所以在打棒球 我们就会有一个概念 这也是打棒球人的一个宿命 你要不要追求国手梦 追求国手梦 当穿上了国家代表队的服装的时候 其实你那时候 应该不是为了自己在打棒球 是为了整个台湾的民族运动 在打棒球 这样讲或许有点沉重 可是它也是有趣的一件事情 对 因为它是人生在追求某些的梦想 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承受的一些压力 但是相对的你也会享受的某些荣耀 那这都是一些你必须要去面对的 你要去接受的 或者是要挑战的部分 所以出国这件事情 其实当初就是鼓励孩子当国手 我们要出国打球 要出国比赛 那当然第一次是带孩子出国 当然是拿到了所谓的代表权 去日本比赛 然后去日本比赛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是有一个制度是 到日本那边的时候 孩子是去Homestate 去住日本人的家里 然后他比赛前 你看你怎么要求他 会送到教练这边 然后比赛完之后 再回去 对 他们回去都是到日本的球员家里去住 对 他们把制度分工什么都做得很好 我问我孩子说 你去那边 你怎么跟他们沟通 他说他会给我一张图表 中间是 比如说画一个人在洗澡 然后他就练日语 练日语就是洗澡的日语 然后在不轮转的 那个闽南语就会讲 闽南语国语就会讲说 洗澡这样子 孩子说洗澡 洗衣服 吃饭 对 我就发觉说 其实每个地方的文化 每个地方的文化 其实让孩子可以开事业 对 对 可以做学习的 棒球如果它是一个国际的运动 我们应该让孩子去开这样的事业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就会跟 透过一些单位 然后到国外 比如到日本 或者说到大陆 到哪里 其实就是让孩子 去开他的事业 然后去做交流 去比赛 有种交换学生的感觉 是 就是说 我们讲读万学书 你不如洗万里路 对 让孩子从做中学 经验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是 刚刚一开始有提到一个小故事 但没有讲完 就是有一个红杯杯 然后有帮助少帮之家 那我听说他的 这个是求医 上面会有一些字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这个红杯杯 其实会遇到他是因为 他以前就很喜欢 这个红叶 这样的一个故事 然后他知道 红叶有一些人 就会在各行各业角落 然后那时候红叶有一代名将 叫于宏开 然后那时候在陆野当教练 因为某些原因 所以于宏开离开 那红叶叶就到陆野 到陆野的时候 刚好我从基隆调回台东服务 对 就是到陆野国小 所以就跟这个红叶叶认识了 那有一次红叶叶他说 当然陆野国小整个的那个 球衣啦 器材设备啦 都是他出资金 他还告诉我说 那礼拜六礼拜天 把这些孩子带到学校练球 那你是老师嘛 你就顺便带孩子读读书 写功课 我跟他讲说 那中午的便当呢 他说 没关系 我来出 对 我就红叶叶就这样子 一步一步这样结缘的 然后那时候要做球衣的时候 我就说红叶叶你的公司名字给我 我把他绣到那个衣服的袖子上 那红叶叶就说 我公司的名字 你绣这个名字 孩子知道我的公司吗 孩子知道这个公司 对他的意义是什么 我就跟他讲说 可是这个是不能免俗的部分 赞助商 对 但是后面想到的却是 有多少人在照顾这些孩子 不只他吧 你教育也在付出 主任可能要帮忙写计划 校长可能要去做一些公共关系 去争取经费 所以他就说你绣上两个字 习服这两个字 然后告诉孩子 你今天可以在球场上打球 是有非常多的人 出钱出力 为了你们能打球来帮助你们 所以你要很珍惜 你今天拥有的一切 然后好好去打球 好好去读书 所以习服这两个字就变成了 在我带球队里面的一个 所谓的那种精神意义 对 精神意义 就是习服 告诉孩子要珍惜 对 要努力 然后相对的也会提醒自己 要珍惜 要努力 红伯伯虽然现在不在了 但是他这两个字 他送给我之后 送给我的球队 秀在衣服之后 其实中间我经历了 从陆野到山明 然后悲难 心生 然后再到太原 丰田 现在到红叶 我都一直带着这两个字 对 希望这两个字 其实是可以给孩子 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育的 一个厉害 对 传承下去就对 是 好 那我们刚才有稍微提到了 不过可能还是要请上 再多说明一下 这个据说很难申请的 小梦想大志气追梦计划 那如果大家想要申请的话 该怎么做 或者说有什么其他案例 这边的一些其他的案子 我们也可以一起讨论的 让大家可以帮忙参与的 不能说很难申请 可是当然应该是说 在整个评选的过程里面 我们尽量的要去保持一个 公平公开 尤其是公平的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像我们最近这几年 在征件的时候 也有很多曾经报名过的团体 他们就会说 你们这个实在是太难了 然后他们就会有一点果注不前 那我们当然还是鼓励他说 其实你都有机会 那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都有内定 或什么的 可是事实上我们在我们的 整个评选的机制里面 当然我们会尽量去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像刚才 校长讲到说 有关于网路投票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要降低他的比例 我觉得这都可以讨论 可是我们现在尽量去做到的是说 让我们的评审团 会比较多元 对比如说像评论团里面 除了当然是我们直销商的 这些高级领导人之外 那其实我们会邀请第三方 然后甚至我们董事会 就是基金会董事会的成员 那比如说像我们有很高兴 像台大的教授冯燕老师 然后叶秉承教授 然后像去年当也是我们最梦的评审 今年也变成是我们的董事会员之一 就是比较资深的媒体人叶树珊 树珊姐也加入了这样子的一个 那我们甚至还有像这个 我们也有一些在艺文界的人 所以我们希望尽量再把我们在 评审团的这个面向上面 变得是比较不一样 那大家在看这些 每一个来申请的专案的时候 才可以用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所以我觉得就变成是说 其实我们当然希望这样子的团体 它不只是单一性就结束了 我们希望可以单次结束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它可以有延续性的 就像少邦之家 他怎么样去 校长怎么样去用这样的资源 让这样的少邦之家 能够持续的去帮助后面的孩子 产生更多的社会影响力 这个其实是我们主要在看 反正就是鼓励所有有梦想 然后有想要让这个梦想 能够好好实现的 刚刚校长讲竹梦踏实的 各个团体其实都很欢迎 来申请这样子的计划 多元的评审 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机制 相信是很公平公开的 因为我想规则调整 那个是难免的 让它越来越优化 这是肯定的 但我相信还是维持 公平公开的一个方式 大家都可以来申请这样的计划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校长还有Sean 来 马牛平你喝一杯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那少邦之家是一个 很有意义的一个这样子的组织 然后我相信小朋友从 不只是棒球当中 从教育当中可以得到非常多 那未来出路一定会越来越宽广 是 谢谢校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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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